集团作战行情 鴻海今天一度的跌破百元大关 所以玉堂告诉大家说 鴻海可能会稍微稍沉一点 但是集团作战行情还有机会 但是玉龙就不一样了 声势最近势如破竹 所以如果玉龙在网上 整个集团都有机会持续的滚动 集团作战行情还有哪些亮点 我们再举例一个铭基友达集团的部分 因为第一个他旗下的这个释羊 做隐形眼镜的 今天是刚转上市挂牌 那原则上这个上市的蜜月行情 配合到现在的时间点 又是集团的一个作战 我觉得有点比较相得意 因为有时候新股挂牌 市场那种追价的气势也蛮强 今天他的股价的涨幅也也蛮高的 一些股价是追过精华 那前三季的获利也很好 是超越去年 那明年又有一些新品 像是散光老花的一些新品上市 老花你行也行 对对对 所以市场给他的所谓的成长期待性 都会比较高 那当然因为释羊价位 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去留意到 同样是集团的明基材 因为他受惠是最高的 因为明基材持有释羊的股份是18% 那个成本非常非常的低 因为释羊的股价 现在已经200多块了 所以潜在的利益 换上EPS大概可以贡献到7块 所以如果觉得他太高 觉得不敢买也追不到的话 就去追持股将近18%的明基材 对没错 而且集团做的上不会随便做 你看我们刚刚举例到鸿海 我只挑两个电动车 比较有期待性业绩OK 明基友达集团也是 你说挑面板 面板今年不好 你说去拉他 第一个市场会有认同吗 不会 所以明基材其实大家会想到 他也是做面板做偏光板 没错 但是他这几年转型之后 像依材相关的这些产品引送比重是拉高的 你看他的毛利率就知道 他毛利率是创新高 然后前三季赚3块39 是比去年还要来得多 那因为他的这个 依材的一个比重拉高 还有一个就是电池的隔离模 就是电动车电池的隔离模 那这个部分在日本陆系的车厂 他也是已经打落 而且明年的产能 原则上是还会再增加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的K线 其实我们先拉长一点点给投资的朋友看 就是说他的位阶 第一个他不高 因为他的毛利率创高 获利也不错 结果股价其实今年说真的并没有动 但是刚刚谈到电动车的产品 医疗性的产品 在他的比重是逐步的一个拉高 我们在下面放一个 外资法人的一些禁书去观察 其实最近法人也有所琢磨 开始也有开始去买了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 释阳再往上涨的话 以民基材来说 目前的形态 我觉得是走一个多方架构 应该是有机会在这边去展开 落后的部长 这种现行的个股怎么卡位呢 原来上是这样 因为我们之前在抓这种个股 第一个买点可能是突破季线 这个已经错过了没有关系 然后他的月线会穿越基线勾角上来 我们会把月线视为一个蛮重要的支撑 所以你看在过去这几天 差不多有侧月线附近 你可以站在买房 那当然如果说接下来 假如这几天他没有侧月线又上去之后 你可以去留意到这条年线33块 如果他接近33块附近 假设行情不错 他过的年线 有可能在年线附近震荡的话 那这个地方你可以视为下一波的进场时间 过了年线要先过年线 表示对对对 因为他才比较强 因为刚好他现在已经快到年线 你现在空手你就先不急 我看他能不能过 他能过 因为有时候会过年线 他们股价有时候会这样 因为他是比较大的压力 他会稍微震 如果他是震一震 不是快速拉回 然后因为黄色的是五日线 五日线在之后他一定会勾上来 因为股价如果上去的话 五日线会勾上来 所以五日线勾上来 然后可能年线还是这样走 然后到这个附近左右 你可以再考虑进场 过年线代表有他冲冠的气图心 但是先不要追拉回来 在年线上面震的时候再进场 太好了 谢谢玉堂琴先回座了 所以三大集团的作帐行情 12月都有机会 不过说到了要拼集团的作帐 这个礼拜四还有12月15号 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 因为联准会12月15号 要宣布升级马了 这个礼拜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球 联准会主席鲍尔要出院来谈话了 天后我们请您上台来 最近上个礼拜我们在说 黑色星期五的购物节 不是说通膨吗 既然这黑色星期五的购物节 听说创下了史上单天 金额最高的 所以通膨也压抑不了 大家购物的一些力道吗 还是假象 天后我们先说 今年购物节到底买气如何 按照目前的角度来观察的话 其实如果以上周五的数据来看 表现算是不错 那今天叫做这个持续性的周一的卖盘 周一的一个购物节 所以本周他一样会持续有折扣 那会一路延续到12月初 所以这一段时间 我们就来观察到时候的数据表现为何 因为如果你是光是把这一次的 我们讲美国的双十一给扣除掉 光是前十月份 美国的消费者的信用卡的消费量 都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这一次已经突破九千亿 已经突破当时在一八年的高点了 刷卡的金额创下了历史新高 对 所以这可以说明两件事情 一种是通膨很严重 所以物价变很贵 所以消费量自然看起来就比较庞大 那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市场上的消费力度 没有减缓 所以他倒是两面论 纯粹看你怎么做解读 不过这个数据到底是因为 大家的消费力很强 还是大家没有钱消费 所以只能刷卡消费 这个数据怎么解读 如果我们以美国的明目实心 来做观察来看的话 从2020年元月份到现在 涨不是有三成二 等于是去打工的人 他的实心隔了过去三年 他已经涨了三成了 感觉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拉抬 可是我们通常在衡量市场上 实体消费 我们会把通膨加进去 就是说你衡量你的经济状况 有没有变好 你不能用单纯的明目薪资来判断 你要把通膨扣除掉之后 用你的购买力来判断 那如果把购买力加进去 也就是把通膨算进去之后 美国的实质薪资 反而是跌了一个percent 代表相对于两年前 大家的消费要买的东西 相对来的更贵 而且这个通膨上升的速度 已经超过了我工资水平上升的速度 所以这个是实际可以看得出来 通膨对他们消费的影响在这边 如果他是一个非常显著 购买力的衰退 那这个时候信用卡消费量的创高 基本上他跟通膨就有比较大的联系 跟市场上主动愿意进行消费 可能关系就没这么大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们现在看任何的数据 都必须把通膨这个因子拿来灌入 你看经济数据永远都变好 股市永远都相对在高点 原因就是因为 目前是海量货币宽松之后 正在慢慢收回去资金的一年 所以这段时间 所有的经济数据 如果他是往好的方向想 好的方向走的话 都应该要三思而后行 这个多思考一下 他背后其实真正的行业 并没有如我们想象中来的乐观 好 那有一个数据 我请你解读 比如说信用卡消费量 消费的金额创新高 我们以为大家消费力很强 不是哦 又是因为手边没有钱 所以只好去借信用卡来消费了 最近包括了Master 包括了Visa 财报都不错 怎么解读他们的财报 OK 其实第三季财报 大家表现都不错 我们如果是从帧率来看的话 就不一定了 我们虽然看到 这张图表 红色区块是营收 蓝色区块是寄营收的年帧率 那你看得很清楚 其实总营收都还在持续的走高 从去年的第三季 到今年第三季都还在走高 可是如果是以从年帧率来看的话 其实是持续在走劈当中 他基本上说明这一点 就说第一个 现在市场上认为Visa 和One Star卡 目前还能够有显著的 我们讲的计真率 还在保持正值 跟海外旅游需求 比较大的相关 就是大家都在海外旅游 那对于这些信用卡商的话 他本身的使用量就比较高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 这边图表没有秀出来 如果是用美国运通 就说用美国内部 信用卡的消费来看的话 他下滑的速度就很快了 所以基本上可以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这些信用卡商的财报 表现亮丽 跟海外旅游的拉抬 比较有剧烈的相关 而真实而言 如果把海外需求给剃除掉的话 基本上大家的消费量都是急缩的 虽然还没有到负增长 但这个下行的速度是很快的 如果是这种角度来做观察的话 我个人会觉得 其实市场上消费 也没有那么的乐观 大家也不用担心说 现在好像消费情绪 已经完全回归了 所以到时候通膨压不下来 其实目前消费的情绪 仍然是十分疲惫的 如果我们以美国本质在黑五的折扣 各位就可以发现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折扣 是他比如说打了三成二 就是打六八折 按照目前的折扣来看的话 他的利润率 你想想看 你的电脑本来利润率是 这个有百分之五十的 结果现在有三成二 被降价给降掉了 电子产品有两成七 玩具有两成二 电视一成九 服饰类一成九 那包括体育用品或者寝室用品 其实都有非常显著的下滑 都是双位数字 所以我个人认为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数据 首先要把通膨也算进去 算出他的实质薪资 实质的工资水平 那第二点 这次黑五虽然销售额 的确又创历史新高了 但是如果你把折扣 给算进去 折扣等于用市场 这些企业的利润率的下滑 来换取销售量保持在高位 所以就算他的营收 持续在增高 不代表他的获利持续在增高 你如果看很多的实体 零售这些财报 比如说沃尔玛或者Tarkey百货 在第三季 基本上亏损幅度 都是三成到四成左右 所以获利的一个持续的走跌 才是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方向 大家在了解这些数据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营收 来作为一个宏观的判断 要用实体获利表现 好 那我问 这就是账面上看到 邓庭浩提醒大家 他看法是中性偏悲观的 如果大家的消费能力 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强 代表通膨已经对他们的消费 造成一定的影响力了 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从本轮十月中旬 到现在十一月底的反弹力度 其实乖银拉得很高 尤其不管是稻穷 对对对 一些稻穷传产能源国 或者一些服务业 拉的幅度相对来的高 可是如果我们以第三季 当时七八月 然后九月美欧股市开始下杀 这一波美国当时在第三季末 投行所出入的报告当中 基本上目前的点位 已经完全超过这些投行的预估了 很简单的一个逻辑 这张图表是高盛当时 所进行标普白指数的路径图 预估未来一年的表现 那现在大概接近四千点左右 当时的预估是怎么样 分为软着陆和硬着陆 两个方向 如果是软着陆的话 认为最惨下杀到三千六百点 其实差不多 最后在明年年底的目标价 会上升到四千点 那现在点位多少 现在点位就四千点 所以我们按照当前的EPS 乘上十六倍中性本益比来做判断 标普的中性本益比四千点 它是一个基本面就该有的一个表现 就是最好最好就是这样子了 那这说明一点 就说明现在其实已经达到基本的水准 而且这是软着陆的预估 最好的状况之下 对 那如果是比较差的情况 就是预估明年是硬着陆的话 预估标普最终会杀到三千一百五十点 而会反弹到三千七百五十点 比现在还来得低 所以基本上目前我们看到四千点 他已经是在所有投行当中 给予你最好的EPS 给予你中性的本益比来得最好的点位的表现了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这是人家在二零二三年底 到时候经济开始复苏之后的目标价 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美国股市还是有再度回调的几率 为什么 因为你用单纯的EPS本益比来做对照 明年年末才会到达这个水平 所以美国股市经历过回调之后 打一个大型底部的可能性比较高 我问一下你觉得三十秒帮我们做个结论 如果真的涨多了 现在要拉回修正到合理的本益比的话 落底的时间可能会在什么时候 我认为落底的时间应该至少要延到明年一季度 原因很简单 我们过去讲说整个熊市的空投格局的结束 他往往发生在经济 确定经济衰退的那一瞬间 可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都很明显感受到联总会已经官方承认 目前还不是经济衰退 明年有可能经济衰退 那我们这张图表 是判断过去经济衰退跟熊市的时间差 简单来讲 你看到过去绿色区块 都跟黑色点点 化在一块 什么意思呢 就是熊市走走走走走走走到一段时间 突然官方就宣布 现在经济衰退了 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今年到现在为止联总会始终没有承认 目前是属于经济衰退 那你熊市还没走完 然后你也没有宣布现在经济衰退 所以等于是说整个熊市的区间 他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 那现在预估经济衰退的时间点 预估在明年一季度到第二季度左右 所以现在从今年的第四季 到明年一到二季度 才有可能把整个完全的底部给释放出来 所以现在等是什么 等那个最大的利空来 你不可能熊市到一半 突然股市就开始往上涨了 一定要等到这个经济衰退的官方承认开始发酵 才有可能完成一个大底部的主题 太清楚了 谢谢廷号请先回坐了脉络我抓出来了 所以在接下来我们已经把之前大家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 升息对经济影响最好的状况都已经涨完了 下一步呢 廷号认为说有可能再度的回测 时间落底的时间 什么时候跟大摩的判断 一样在明年的第一季 所以如果本土把人认为还有所谓的作战行情 但明年的第一季会不会就是掌玩的时候 好 节奏轮廓 我们越抓越清楚了 操作策略 休息一下 下一路的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接下来 作战行情也好 作梦行情也好 最后冲刺的时间已经出来了 今天中小型股比大型还要更强 这投信的作战有没有新欢 有没有提供给我们另外一次上车的机会 投信作战新欢股 休息一下 稍后告诉您